哈喽大家好 今天由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中国五大未解之谜 第五名 在民间传说里 年代久远的古墓 通常都会有一盏永不熄灭的灯 这种灯叫做长明灯 它可以在缺氧的环境下 甚至是不需要补给的情况 持续燃烧上千年 据史记的记载 与人鱼膏为足 渡不灭者久之 指的就是秦始皇墓中的长明灯 是由焦鱼油膏制成 焦鱼油膏也就是人鱼油膏 但是这里的人鱼指的并不是乳梗 而是美人鱼 但是是否真正有这样一盏长明灯呢 不得而知 武当山金鼎也有一盏长明灯 这盏长明灯已持续燃烧六百年之久 灯光不大不小 不闪不摇 虽然其真正的原因是武当山金鼎建筑的密不透风 同时每当灯油灯芯即将染尽之时 便会有人立刻拿一支蜡烛续上火苗 然后为长明灯换上新的灯芯 再用蜡烛点燃长明灯 虽说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长明灯 但是不得不佩服当年的建筑工艺 可以将墙面焊接到密不透风 实属不易 第四名 云南迷人湖之谜 在中国云南高黎贡山的原始森林 有一个奇怪的湖叫做迷人湖 最宽处150米 宅处60米 水深1.5米 这个高黎贡山被这里的人誉为圣山 圣山住了一个少数民族 叫做利数族 人们都认为他们有超能力 因为他们可以在这个迷人湖呼风唤雨 他们只要站在湖边高声讲话 本来晴朗名利的湖面上就会突然乌雨蜜目 甚至是下起雨来 讲话声音越大 雨就下得越大 这使得众多的学者专家都陷入了困境 不过后来发现并不是利数族有呼风唤雨的能力 而是这个湖的地理关系 可恶 害我还以为萧敬腾原来是这个族的族长嘞 1965年12月 考古团队在湖北江陵一座楚国的墓葬中 挖出了一批青铜器 其中有一把令在场的工作人员都为之震惊 这把剑不但没有任何的袖姬 而且锋芒依旧 据在场工作人员的回忆 当时在拿剑时 甚至还有人不小心割破了手指 血流成河 这把剑长55.7公分 宽4.6公分 丙长8.4公分 重达875公克 间隔处有两行鸟转名文 越王纠浅自炸用剑 纠浅是越王勾剑的本名 以此证明了这把剑正是越王勾剑所用 不过纠浅这两个字 当时是不是这个读音就不知道了 因为当时百岳人和中原人的语言不同 会不会是用汉文音译外文无从考究 后来经过科学家对剑身的材质 做了一个无损科学检测 发现了这把剑采用了铜 锡 以及铝 铁 镍等合金 其中发现剑身做了硫化处理 才导致这把剑不容易生锈 这也是中国最早的硫化处理技术 当时也有科考人员说 这把剑的硫化处理 是因为放剑的盒子内有其他物品的腐败 导致硫的释出 才使得这把剑的剑身被堵上流 这把剑的谜题不止这样 据说当年为了要做实验 不小心让剑出现了弯折 工作人员想要把剑送去修复 结果发现这把剑居然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丝毫没有任何折弯的痕迹 同样的情况 还有勤使皇陵出土的一批青铜剑 这批青铜剑同样牵连不朽 当时检测出剑身表面有个原化合物 不过这个字有时也独作弱 因为有时在工程作业上为了要避免个和格的混乱 所以将格独作弱 当年检测出剑身有镀了一层的个原化合物 让不少的史学专家为之一颤 这画面怎么怪怪的 为什么在2000多年前就有这种技术呢 当年也有人说个言的形成是来自剑鞘 木饼部位的生漆 机缘巧合下形成的 不过跟月王勾剑剑一样 传闻勤使皇陵出土的这一批青铜剑 不小心被压弯 在场所有人被吓到 后来这把剑居然自己恢复了原状 让人不解的是 记忆金属是上世纪70年代才出现的合金 那么勤使皇陵的这批青铜剑 跟月王勾剑剑剑剑身压弯的这件事情是事实吗 如果是 当年的记忆合金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第二名 百年清朝老师经线四川南冲 2005年9月20日 18点17分 四川省南冲市 S05号山区 东京105.3度 北纬30.6度 四川南冲地区 发现百年老师 肉身僵而不腐 浑身用果酱布缠绕 现场勘查后 发现这并不像是盗墓行为 墓室内的任何陪葬品都没有一味的痕迹 但是官体完全暴露 手机与当号信号正常 但音频和波段异常 南冲市刑警大队的料请官 联播几次电话都不通 其手机内有四耳一声 据当地农民反映 自从墓穴被掘开后 当地的收音机及录音机等 夜间偶尔发出怪声 后经技术处法医科的判断 该声音类似于人声 随后行针对联系文物处处理 但是对于这些股师或者木乃伊 一般都会十分小心的处理 生怕毁坏了一点肉身 那也会造成无法修补的损失 但是文物局赶到之后 就立马烧毁股师 究竟为何这样处理 这也变成了一个谜题 西藏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地方 不仅是它的宗教 地理 人文 当年甚至是希特勒 没错 就是你想的那个希特勒 也派遣人员专门到访西藏 想要获取及掌握神秘力量 以帮助他巩固军事国际地位 西藏有很多神秘的传说 像是野人之谜 早在1784年就有文献记载 有关野人的事迹 近年来也传出喜马拉雅山 有人募集 有女野人 抢走当地男人传宗接待的事情 另外还有当年土拨王朝结束之后 关于土拨这个字 其实在以前 有人是根据字形翻来读这个字的 后来因为在藏文中 以及英文的Tibet 都有Ber这个音 所以后来全部纠正为土拨 他们的后代 在西藏一个叫做阿里的地方 建立了骨骼王国 这个骨骼王国存在了700多年 却又在一夕之间消失 就像玛雅文明一样 现在还有很多考古学家 在研究这个骨骼王国 当年希特勒对西藏充满了兴趣 而且在最近的几十年 被科学家慢慢的一一证实 希特勒对西藏的了解并不是胡说八道 而是一些客观存在的事实 希特勒派了两次的特遣队 专门到访西藏 第一次去西藏的目的是 因为希特勒想要寻找雅利安人的后代 雅利安人是从高加索山区进入欧洲 希特勒觉得西藏人应该就是正统的雅利安人后代 于是他派遣第一支特遣队前去调查 而且现在还有纪录片留了下来 后来这件事情果然被证实了 在21世纪初 在高加索山区找到了一个人种 叫丹尼索瓦人 全地球70亿人都没有他的基因 他是一个完全灭种的特殊人类 可是后来真的发现 西藏人的基因有百分之零点几跟我们不一样 而这百分之零点几的基因 就是丹尼索瓦人的基因 希特勒一直相信 布达拉宫底下有个充满神秘力量的地洞 希特勒希望掌握了这个力量后 就可以统一全世界 所以这也就是希特勒第二次派特遣队的原因 可惜的是希特勒并没有找到这个地洞 那么西藏底下真的有这个地洞吗 在1990年代 因为要完成一份完整的地图 花费了15年的时间 死了40个人去勘测 使用了透地雷达 后来发现 原来西藏底下真的有这么一个地洞 就在黄河出来 从巴延喀拉山下来之后 突然有个地方 有一个180度的大旋转 这就奇怪了 水往下流 为什么会突然旋转呢 结果发现说 在那下面真的有一个地洞 那个地洞有50万平方公里左右 最奇怪的是 中国、美国、法国还有德国的科学家 使用了透地雷达 去侦测青藏高原的下面 在一个深达100公里的地下 有一个非常大的地洞 但是现在没有人知道 这个地洞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整个西藏及青藏高原都是扶着的 但是没人知道下面是有什么去做支撑 既不是岩石 也不是金属 它的导电率是其他常用金属的12倍 所以下面到底是什么神秘的力量 可以支撑整个青藏高原的土石呢 没有人知道 后来我们发现 现在慢慢的有科学家证明了 希特勒对西藏的了解 并不全是胡说八道 好啦 今天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啦 喜欢这个影片 分享留言按赞哟